2022下翻有什麼有趣的動畫呢? 來小坑古一探究竟吧! 大家好 我是阿龜 到底怎樣才可以輕鬆工作 又能賺進大把鈔票呢? 相信這對所有人來說 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今天呢 就讓這部《神渣偶像》 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神渣偶像是在描述 與吉野何希一起共組偶像團體 Jinks 的人殿優也 其實一點都沒有當偶像的幹勁 因為他滿腦子想的跟我們一樣 就是如何能輕鬆賺錢 就在他面臨被開除的時候 他遇到了已是的前神級偶像 最上前妃的靈魂 沒想到人殿優也不但可以看得見他 還可以被他附身 這兩兆雙方 一個想繼續當偶像 一個想輕鬆賺錢 於是一拍即合 展開了人鬼共體的搞笑偶像故事 所以大家知道可以怎麼輕鬆工作了嗎? 就是先找到一個喜歡上班的靈魂 並請他附身在自己身上 這樣就能計畫通囉 在搞笑與溫馨的橋段互相穿插下 神渣偶像整體故事節奏算輕快 搞笑與吐槽點都抓得不錯 沒有什麼奇怪的頓點或是空拍 當然 人殿優也附身前與附身後的反差 也是我們觀眾特別關注的點 搭配情節常常讓我們覺得很誇張很鬥趣 而且聲優也會配合改變聲線 以較高音呈現附身後的樣子 表現得完全無違和 這點要給聲優一些鼓勵 神渣偶像改編自日本漫畫 原作者是翼黃銅走樹 目前尚在連載中 導演福岡大森 以前多參與演出與分鏡的動畫工作 動畫是由Studio無主負責 曾經製作過hello黃金拼圖等動畫 吐槽與搞笑的部分有賴聲優的發揮 以前三集的觀看體驗 聲優們都演繹得相當不錯 僅僅文也與哭江順兩位聲優 以Jingus為名 在本部動畫獻唱OPED與插入曲 而飾演最上前飛的東山奈央 也有獻唱ED 只能說歌曲好聽之餘 聲優們真的都還蠻認真的 又要演又要唱的 真的是辛苦他們了 相信之後還會有更多他們演唱的歌曲釋出 稍嫌可惜的地方 是本作在3D的部分 在呈現偶像表演的橋段 3D作畫稍微差強人意了一點 但我們認為這對整體故事的影響有限 也沒有打亂節奏 還是非常值得入坑的動畫 在快步調的社畜生活下 有那麼一點點歡樂的動畫 調剂我們不想上班的心 絕對可以支撐我們再撐一下 在2022日下翻推薦你 一定不要錯過這部神渣偶像 喜歡我們的影片你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留言分享出對我們很大的支持與鼓勵喔 別忘了到我們的podcast坑鼓live做做聽聽 動畫小坑鼓我們下次見 掰掰